Hello,大家好,我是西米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咱们聊一下这个 NEPLAN NEPLAN的话呢,就有几位那个妈妈特别可爱 就是这个周五好像是在孩子的书包里头就拿到了这张纸 然后呢,就给我发消息说,哎呀,才意识到马上要考试了 然后呢,就问我说有什么就是临时抱佛脚的一些那个建议啊 或者练习啊,可以给孩子就是快速的做一下子 这样就是,呃,叫什么临阵磨腔嘛 然后呢,我就想呢,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事情吧 呃,这个先是说一下子这个NEPLAN的这个考试 呃,怎么样子去临阵磨腔,怎么样去准备呢 那我自己的建议呢,就是说,呃,就不要准备 就是去罗考,呃,也不要去领时什么 听一些机构啊,去买一些题啊,花很多的价格 因为有一些机构,我知道他们在卖历年考试题 然后其实那个也是一个kind of a free resource 就是本来是免费的东西 但是就是刚好卡在这几天呢,他们也在打印出来在卖 然后就是有点那种啊,奇获可居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就是完全不要 然后正好呢,借着这个我帮大家去解读一下这个纸上面啊的一些信息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如果一定要准备呢 可能这个上面就有提到说你去哪里去找一些NEPLAN的resource 给孩子去做一个就是,呃,热身去做一个准备 呃,那好的,先就说一下这个纸吧 其实这个纸就是,呃,写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就是第一个呢,他先解,就是介绍了一下 就是NEPLAN的这个机构,呃,他是一个national的一个考试 就是政府组织的,政府的教育部门组织的 然后呢,这个考试呢,他的一个存在的意义 他是说平时孩子有ongoing的学校的一些就是他的学习记载 就是去测试他平时学的一个程度 再加上NEPLAN,这两个程度合在一起呢 其实可以构成孩子学习的一个performance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NEPLAN的第一层含义,对于学生个人的 第二层含义呢,NEPLAN其实更像是测试学校和测试老师的 所以的话呢,就是全国呀,他会最后在考好的这个考试以后呢 把这些成绩都去汇总起来 呃,然后呢,就是去做一个学校上面 就教育部门的话会做一个学校,也不能是排名 但是就是说会做一个学校的一个就是对学校教育程度overall的一个了解 那家长呢,如果想要去了解一个学校的一个就是NEPLAN的情况啊 或怎么样子的,这部分信息其实都是公开的 只是说它的滞后性呢,是会存在的 呃,我的另一个视频呢,其实详细跟大家分析过这个部分 如果特别好奇的话呢,可以去参阅一下子我的另一个视频 就是里面的话,你从哪里去看怎么看啊,其实全部都有 那在这儿呢,我去重申这两点的一个呃,原因呢 就是说,想要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没有必要准备 因为我自己感觉说,如果你准备的过了 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去啊,真实的反映孩子的一个考试的情况 所以的话,就大家不用担心,就让孩子去考就好了 这个地方呢,可以看一下子 他专门呢,有一个篇幅,这个篇幅呢,以前是没有的 针对这几年呢,就是就有了 他说,what can I do to support my child 就是说,他我可以为我的孩子做哪些事情 那这个地方呢,他整个一段话啊,他都在说 呃,这个ACARA,就是NEPLAN的这个主办机构呢 他说不建议家长去过度的准备 他的这个定义过度准备,就是说 呃,你如果做一遍两遍题熟悉了之外 就OK了,就没有必要去啊,一个劲的刷题 然后去准备这个东西 同时的话呢,他也不建议说 家长把孩子送到啊,就是external这个coaching的这种provider 就是外面的补习学校 去只为了NEPLAN这个啊,来做准备 那可能老师呢,他是这样提到 说在学校啊,其实老师们都会给学生做一些 就是NEPLAN的sample 那这个事情呢,我家的孩子呢,就是我聊了一下 他们在前几周吧,都已经都发生过了 就他们已经熟悉这个题型了 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孩子去熟悉 同时可以就是,呃,坐在那个考试里边 不要说,嗯,连考试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然后就走掉了 整个这样来看起来,就是说 呃,学校还有教育部门并没有期待说 家长要在这个里边去担当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 帮孩子来准备NEPLAN 那当然呢,你如果好奇说 NEPLAN有哪些,呃,提示长什么样的 还是想让孩子弄一下呢 那这个的话就是NEPLAN的那个sample question 就在这个nep.edu.au 然后slash NEPLAN这个啊,网站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让孩子上去感知一下 呃,然后呢,说一下这个孩子的参与情况 孩子的参与情况呢,是说这个 这个,他会组织,他是一年一次的考试,呃,整个nation wide的 然后呢,他是在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和九年级 呃,孩子所有的学生都期待可以去呃,参加这个NEPLAN考试 因为NEPLAN考试对学校的考核的话就是说 所有在读人数是一个分母 然后呢,考多二分考多二分都是他的分子 呃,所以的话这个对学校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啊,几个妈妈吧 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担心是说 孩子才来澳洲不久 是从中国就是转学过来的 那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紧张 我觉得呢,是有两种呃,解决方案 那第一种解决方案呢,就是说 你跟孩子聊,他到底是不是 就有的孩子他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fully ready 他根本就不想要去sit in an exam 就根本不想去考试 那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他就是才来不久 英文也并没有很ready 然后呢,他的那些就是学校适应啊 也没有很就是准备充足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学校商量去免考 嗯,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 呃,可以让孩子去考一下子 感受一下到底这个考试是什么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 你比如说孩子如果是三年级来的 那他不是每一年都考 你三年级考完再考就是五年级了 所以的话,我觉得 看孩子,就如果孩子啊 觉得自己挺好的,可以愿意去考呢 那就可以去考 然后接着来说这个Nepheland的成绩 Nepheland的成绩的话呢 呃,还是一句话就主要是帮方便 就是国家去啊,考核学校的 但是每一个孩子最后Nepheland的还是会接到一份那个 就是成绩报告 那这个成绩报告的递送的话 我自己印象里面是很晚的 就我们三年级考完了以后 好像是在那个第二个term我们才收到 然后这个成绩的递送的一个准备呢 其实是交给学校的 那今年的话呢 他们学校我不知道是直考还是机考 就是如果是机考的话 我估计可能它会快一些 如果是直考呢,可能就又会慢一些 然后关于直考和机考这个事情 反正到2022年 他们的目标就全部都机考 就没有直考了 所以它是一个慢慢被取代的一个过程 那最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子 这个Nepheland的一个考试的内容吧 呃,具体再详细的 包括怎么样子去啊 还是想要去做一个题呢 可以参考我另一个Nepheland的考试 那这个内容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呃,它主要来考的话呢 就是Literacy和Numeracy 就是一个是文法 一个是数学 那Literacy这边呢 它就是分有Language Convention 然后Writing就会写一个文章 然后Rating会去做那个Comprehension 就是做一些阅读题 然后最后呢是Numeracy 就是这这几类 那它考试的一个安排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就是特别的啊 就是周到 它其实是分三天 就是在5月的11号 12号13号三天考完 那在5月11号的时候呢 它是考两个部分 就是Language Convention 还有Writing 那第一个Language Convention呢 它是主要测试就是英语语法 包括Spelling 就是拼读 还有语法 还有Punctuation 标点符号的这个运用 呃,3579呢 全部的时间都是45分钟 呃,Writing呢 就是写作考试 它是写一个题目 呃,然后呢 它大概的话可能就是说 会给一个限制题目的考试 这个呢,给的时间是40分钟 还在我完成一个写作题目 这个是5月11号 呃,总之5月11号应该是一个Big Day 就是很累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Rating Comprehension 那Rating的话呢 就是它包括Rate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文章吧 包括一些比如说是信息类的 呃,还有一些就是小说类的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说明文类的 等等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Rating其实它会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就是三年级呢,是45分钟 五年级50分钟 七年级65分钟 九年级也考65分钟 是会这样的一个 但是总的来说难度的话 其实就是反映它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了 没有很难 那最后一天呢 是在5月13号考Numeracy 那Numeracy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说 包括有Numbers 就是整个数字系统 然后呢 就是整个的运算 包括它的这些 Algebra等等的 一些运算 然后还有图形 Geometry 然后还有Measurement 还有时间啊 就是取决于说 这个孩子是几年级的 那这个测试时间呢 也是就是三年级最短 它是45分钟 然后五年级50分钟 七年级和九年级 全部都是65分钟 那这个就是一个 考试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分配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Naperland 如果当家长拿到成绩的时候呢 如果成绩是在一个range之外呢 是可以跟学校去做一个讨论的 这种时候呢 就学校会expect孩子有两种情况 那一种情况呢 就是他需要extra support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为什么说孩子最好去裸考 因为学校的facility 不管公校私校 都会有额外的facility 和老师的要求 就是给孩子额外的帮忙的 那如果这个额外帮忙的 就是facility呢 其实华裔的孩子 用到的真的是不多 那因为我们的家长太上心 我们在校外用了太多的时间 去给孩子去就是做那种练习 所以的话呢 很多孩子都不在那个group里头 其实在澳洲做家长 就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累 就是如果孩子成绩不好 老师说会去support 那这个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给孩子更多的challenge 也就是有一些快速小组 那这个快速小组呢 也是要看 如果你的学校有这个配置 那孩子就去 有的学校呢 其实也没有这个配置 所以的话就是 如果你看你平时 跟学校的一个沟通 就如果你觉得 学校好像都没有在 教你孩子什么东西 那你可能要去看了 学校有没有快速小组 这个是奇异 第二个那就是说 是不是老师过度 依赖于家长对孩子 就是homeschooling的那种教学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好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反正祝各位孩子们 就是可以考试顺利吧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